截至5月21号19点,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159万3039例,居全球首位。 5月22号,美国佛州华商总会会长张学峰回顾了几个月来的抗疫经历。 张学峰说,疫情发生初期,美国医疗防疫物资短缺,在美华侨华人多方筹谋参与抗疫。 在外面吃饭,基本都在家里待着。佛罗里达当地的有些,也有不少华人社团吧,就是能阻止起来,尽量多的从中国也好,世界各地也好,调动我们一些资源,来运到美国来,资源到各个医院。 我们是作为这个,是一个批发的工具的公司吧,我们呢,也是处于半个关门状态。 政府也对,为了对这个企业呢,进行一些,就是说一种纾困这种形式吧,就是比如说,对我们有PPP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贷款, 我们所有的人工都在这个疫情期间,我们没有裁掉一个人。 张学峰介绍,中国驻美使领馆也为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抗击疫情,提供了不少帮助。 领馆呢,给我们寄的一种口罩啊,寄的一些药物啊,寄的一些手套啊,尤其是对这个学生,领馆呢,都也很关心。 这就提现了,对我们这个海外发展的一种关心吧,我们也很感激。 实领馆呢,还就在这个疫情期间啊,开通了这个微信的公众号,最新的这种防疫的知识新闻,会在这个第一时间提供给大家。 跟我们住外的华人,住在国外的华人啊,可以说是新连着新的。 目前,美国人为统一规定公众需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,一些政府官员还曾宣扬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,部分在美华侨华人遭到无端歧视骚扰。 在最初呢,有一些华人同胞,根据国内的这个疫情防控的经验,就比美国普通民众可能更早的把口罩戴上了。 他们反倒呢,成为了一些这个不明真相的美国人啊,他们的一个攻击的对象。 因为这种美国官方不负责任的言论,使得这个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啊,莫名其妙的会被戴上一种啊,这个跟病毒有关的帽子。 这就使得我们呢,感觉到这是一种很不公正的。 接受采访的乔林认为,疫情爆发至今,美国的抗疫举措仍然没有彻底理顺。 但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和做法,让他们看到了战胜疫情的曙光。 中国处理疫情,防止疫情方面呢,其中的成绩呢,应该说是局势瞩目的吧。 非常行刺有效。 美国的这个封城也好,居家令也好,实际上是执行的程度呢,应该说是大概是7%,80%。 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的人目前还是有,也不少。 所以它导致了它的疫情不断上升。 从这个疫情爆发之后,美国它所反映出来的这种表现啊,几乎是一种手足无措。 而中国第一时间啊,肯定政府要组织起来的,是对这个疫情防控的力量, 其实是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和尊严,都是给予非常高的重视。 美国呢,也在把一些会展中心改造成这个方舱医院,这种认识其实正是基于中国的经验。 但是呢,它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个把感染者呀,应收尽收的这样一个程度。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病毒传播啊,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。 中国在这个治疗还有缓解疫情上,一系列的这个成功的做法, 也让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同胞啊,看到了曙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